副總 各位新聞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神經外科的體驗 今天主要來講 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名堂上開始使用的一個多模型的書中神經功能檢測 先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一個比60歲的女性 她一位一直持續回應到我們的急診 當然我們在提前會做一個系列的檢查 其中我們發現 核實公正在哪個地方 就是人家講生命中的作品 都長得將近兩公分這次關掉 遇到這樣的情形 當然我們會跟病人討論開刀的指定 可是當然我們也相對的面臨就是講 如果當你開刀 她會在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譬如叫生命中心 你可能會面臨到病人會損傷 重要的事情 導致很嚴重的永久性的後面層流下來 那例如說上來講 為了因應這種狀況的病 幫她的幫她隨著科技 醫療科技的發展 我們有一些事情 可以用在這個病人身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我們在開一個腦部 或是幾歲的腫瘤 有的時候 那個腫瘤的地方 她常常會在生產很重要的時間 譬如說像左側這個肚皮 她或是影響到一些地神經 一些眼鏈神經 一些眼鏈神經的標準的位置 或是像一些高位的頸椎 她會影響到四肢瘤的感覺 四肢的運動 甚至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次人 她常常在討伴 她甚至連一些 進行跳距離 或是由討伴來管 所以我們常常會問到說 這個地方很重要 她是要 影響到裡面 有些身體運動 有些生命中的地方 可是你憑慰 另一個人就好 不可不去 不可不去 同事手作書 那我們另外的 面臨到就是說 如果你在手術處理玩弄 這些神經是不是有可能會損傷 不可以永久性的 神經中的修行的方式 那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手術的局限就是 如果病人還是不行了 譬如說你在病人旁邊 可以到臉中動一動手 就拉一拉的時候 看她 譬如說手腳運動的狀況 是怎麼樣 如果你要測試 別人會被病人 會被其他問題 可以測試 可是我們在看到 病的時候 所以是想 當然病人沒有辦法 會不會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做機遲的神經學 所以遇到 像上述那種 對於重要的地方 我們需要排到 當然如果以往 或是看作為外科醫師本身的個人經驗 來看來 盡量能夠保有 病人的神經功能 盡量不要再看到 所以遇到重要的神經 導致病人產生 變受後遺症 可是當手術完以後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發現了 病人的神經 我絕對手術完在手術完以後 所以我們當然會 當然希望說 有一個是不是有一個東西 可以在我的手術 在結身麻醉之下 在病人沒有辦法 不用即時的排練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知道 病人那時候的神經功能反應 隨著這個的要求發展出來 也就是訴訟神經 就是很多人 那當然我們會 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們即時發現手術 它造成神經的損傷 如果你去逆轉這個手術的損傷 當然可以減少 手術完會發生永久性 神經功能缺取的機會 那有的時候我們在開刀 我們不知道說 因為開刀的圖中等等 我們不知道說這個地方 到底影響到什麼神經功能 我不明確的組織 也可以藉由神經功能的測試 來一起盡量避免不要殺太高 我們想要保有的神經的組織 那當然我們有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當然也會在說 保有更越多的神經功能之下 盡量把腫瘤 盡量把想要開刀切除的地方 來做完整的切除 那講到現在 我們大家都會問說 到底神經功能先測試什麼 它的功能 它的做法 其實就有跟我們一般來講 在測試下來 再講三用電錶 在測試說電路是否通常 有關係 像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要測試電路是否通常 我就是用電錶 在接觸棒兩次接觸棒兩點之間 我們會測試電流是否通常 即使我們速中神經功能的原理 就差不多跟這個有點類似 譬如說 以這個圖來講 藍色是我們要拍到疾病的 譬如說腫瘤生長的位置 我們可以測試了解 譬如說在頭上我們會接 我們會做一個電視機 然後在手上做一個接收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們在頭上做一個電視機 他可能在運動的地方 我們照手掌的肌肉一點來接收兩點之間 這個就可以測試他整個神經的功能路徑 在路徑中 如果我們在整個吃雞傳遞的時間 變得比較慢 或是吃雞傳導他的幅度變小 我們就會得知說 這整條路的路徑應該要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要回饋給手術醫師的時間點 他當然如果椅子單行堅持一條路徑 譬如說我今天見識他的感覺 可是萬一受損的地方 是在不是感覺的區域負責的地方 譬如說他在運動方面 當然你在感覺路徑上 並不會回饋到我們的電視機器之上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不會安全只做一個神經傳導路徑 因為他會有範圍跟精準度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同時建設很多條 譬如說感覺 譬如說運動 甚至視力 經歷等等 我們會把神經電位甚至計電 所以我們同時是做多項來講 我們這個就稱為多模型的神經功能速度監測 那當然我們到底要監測哪幾條神經 到底有多少神經會需要監測 這個當然就是開刀之前反而有點反對 我們會做開刀之前反對 那我們不需要把他對哪個方面的意思 來共同比較一討論 第一個當然就是神經外科 本身開刀的儲存的意思就是外科醫師 除此之外就是神經功能監測的意思 如果我們來講的話 肩膀有種多面可以做神經功能監測的 有一下下列這些意思 例如神經內科 神經外科 小腰神經科 肚腱科 肚科跟馬醉科 以我們程大概講 我們的特色就是我們是神經外科醫師 由外科醫師本身來做神經功能監測 當然我們本身也是外科醫師 我們更能知道說神經外科醫師 他想要監測的是哪一個方面 他在開刀開到什麼時候 譬如開到這個時候 主要注意的是哪幾條神經 所以這個是我們醫院的特色 除此之外當然也需要化學位置 所以我們會根據病人總有生長位置 來決定病人手術的知識 手術的方式跟可能在開刀中 影響到的神經功能 藉由這個討論的結果 我們來決定說到底有哪些神經的功能 還有哪些神經的路線 我們需要在開刀中持續一直追蹤 那當然以持續一直追蹤來講的話 當然他也會決定說說 到底麻醉科醫師 譬如說要用何種 麻醉的方式 何種藥物的使用跟死肉的使劑 舉個例來講 譬如說我們今天的監測運動 運動來講他先關係到肌肉收縮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我們 譬如說監測刺激的結果 所以這個當然只是在開刀之前 覺得監測運動 必須要常常用 那這個就是我們實際排刀的 當然在麻醉之下 我們會先把一些監測的證 監測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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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 剛才講的我們 譬如說監測的證明 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運動區 那種感覺區 甚至在眼鏡表情 通通在聽覺 甚至上下手腳的部分 我們可以測試下肢的感覺 到下肢的運動 就是做多範圍性的監測 它範圍性的監測來講 就是我們實際看到 開刀的時候 我們實際監測頂部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這有很多很多的視窗 每一個視窗都代表的 病人的一個生肌的功能檢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同時會監測 在一個畫面之下 我們同時有數個畫面 我們會監測 病人各項的生肌功能 當然我們在麻醉之下 剛剛放好證明之後 我們會做第一次的測試 這個就是當個機體 那個病人在手術之前 還沒有開刀之前 還沒有動到之前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會持續的 在開刀中途 每一項都跟這一角片 經濟現場來做比較 如果有任何變化 我們就會來到製作專頁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我們持續在監測的時候 如果發現他的反應變化 以右邊的證據來講 例如說他本來在這個地方 都有一個波形 他受到一個刺激 他本來在同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大概大小相等的波形 可是忽然之間在某一個時間點 你發現雖然時間他沒有變化 可是他那個波形變小 當然我們就會直接 有變化 我們就會跟手術醫師的反應 我這一次在講 當然我們就會開始尋找 為什麼這個波形會變化 我們就會盡量去理會 譬如說有的時候 只可是單純的 或者是他會在的位置 或是一個手術暫時性的經理 這個當然都會影響到 刺激的波形變化 如果我排除這個波形變化 你可以看到他可能就是 又回到原來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其實也代表 一個意思就是怎麼樣 當我們在監測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波形變波的變化 如果你立即做出處理 這個距離 他產生永久性的神經缺損 還有一點空間 還有短距離 所以當你看到波形的變化的時候 及早處理 病人就比較不會發生 之後持續的再缺損 所以這個你可以看到 我們發生變化以後 我們會直接跟外科醫師反應 趕快去排除導致變化的原因 如果排除完以後 波形回來 基本上他就可以精確的預測 並解測 因手術引起了永久性的神經缺損 當然有一些安全考量 我們以往中 他會說哪一些的病人 比較不適合做這些檢查 因為畢竟來講 這個檢查你還是需要從頭皮 從頭做一個電的刺激 所以如果你體內有一些 植入性的電子車設備 譬如說 常看到心率調節器 或是病人有電腱的問題的時候 在做運動電刺激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疑疑其他的電腱 或是病人本身母內壓制高的 母內裡面有放一些植入骨 或是乳骨缺是哪一條 以往我會跟我們講說 你一定要不適合做 整體公認的檢查 可是隨著這個技術發展的成熟 到現在大家都一定有點左右 並不是全部的這些 就是絕對不能做 所以到底這一類的病人 譬如說你本身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做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神經功能監測 你還是要跟你的手術的醫師 跟神經功能監測的醫師來討論 但是是否在手術中 可以使用這個神經功能監測 那當然健保來講 以我們目前健保 他在支付神經功能監測的條件為 一個就是重要功能區 如剛才講的肩腦幹 一些運動區 一些原期 甚至一些癌肺 癌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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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方的腦部手術 或者是你在脊部手術 特別是在腦磨底下 硬腦磨內的脊椎手術 或是一些脊椎吃完的手術 或者是健保可以適用的條件 如果你符合這些條件 其實病人對不對 大概就只需要護膽 大概就是高氣勢的電磁肌症的費用 那這個費用來講的話 大部分大概有幾百五千元的費用 看你想要監測的範圍 如果你想要監測的範圍越多 你想要監測的功能越多來講 當然差的真的會需要越多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那時候花費來講就會比較多 那結論就是 基本上第一點就是 這個是一個多功能的食品功能監測 它可以準確的預測 並且少心手術力氣 所以我們最有限的神經功能缺席 那當然它需要一個團隊 我們就是手術工的團隊 就如他來講手術醫師 神經功能醫師 還有麻醉科醫師 來持續追蹤 在手術麻醉之下 他的神經功能 那基本上這個 相對來講健保是有幾多 所以你只需要困擔 電視機身的費用 這個就是我今天講的配合 好